汪家荣 你给我出来 汪家荣 不就是汪季九的独女吗 大喊的那个人是谁啊 竟然如此不懂礼数 红世子你都不认识啊 之前汪小姐追着红世子到处跑 现在反过来了 红世子啊 追着汪小姐到处跑 这两个人还真是般配 般配什么呀 这汪小姐已经定了亲事了 对方也是一个世家子弟 好像是姓白 啊 红叶听到周围人的议论 根本没放在心上 一双眼睛仔细地扫过每一辆船 绝不漏掉一个 即便红叶如此大喊 汪家荣也没出现 倒是有一艘船朝着岸边驶了过来 红叶疑惑地盯着 等到那艘船靠岸后 从上面下来一个人走向红叶 这位就是红世子吧 小的奉汪小姐之命 请红世子上船一叙 他现在知道丢人了 早干什么去了 红叶口中说着 脚下还是迈开步子 上了船 不急开船 本世子说几句话就走 红世子 有话请说 我还有事 有事 急着跟人出来一起游船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你父亲最近身子不适 你不在府中好好陪着 跑出来跟一个陌生男人游船 你怎么想的 你就这么缺男人吗 我父亲他怎么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你不用着急 汪继九只是偶感风寒 已经服下药 过几日就能彻底痊愈了 红世子 家荣知道伯父得了伤寒 刚刚还与我说起 说今日不能回去太晚 要照顾汪继九 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红世子 这艘船是我的 他就是你连见都没见过一面 就答应亲事的人 你未免也太鸡不择食了 红世子 你 本世子没跟你说话 这也太吵 你随本世子下船 本世子有话要跟你说 男女授受不亲 有什么话 红世子就在这里说吧 好 在这里说也无妨 你堂堂祭九之女 仰慕你之人 虽说不至于从汪府一直排到城门口 但你也不至于随便找一个男人就嫁了吧 你就算是和本世子赌戏 也不能拿你的后半辈子开玩笑 你了解他吗 就要嫁给他 我与谁成亲 是我的事情 红世子无权过问 我 我是无权过问 但是你曾经追着本世子到处跑 已经闹得满城戒指 现在你却随便找了个人嫁了 会影响本世子的声誉 红世子多虑了 你的声誉没那么多人在意 而且 婚丧嫁娶是人之常情 还请红世子不要横家阻拦 红世子若无事就请下船吧 我还有事 王家荣 你就那么极强 那么想要一个男人 随便选一个男人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看看他 看上去白白净净的 就是一个文弱书生 哪有一丝阳刚之气 红世子请慎言 我的确是一介书生 但也是一个男人 并非像红世子所说没有阳刚之气 王家荣 你要澄清我不管你 但是你不能这般随意 而且我绝不同意你嫁给这个文弱书生 你不同意 对 本世子不同意 我与白公子婚期已定 喜铁道十次会送到侯府 红世子请便吧 船要开了 话落瞬间 人已经进了船舱 没了人影 你